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方的行政部门轮流推文 除了强调美国获益 还特别提到的是川普带来的胜利 美猪美牛扣关 台湾连谈判桌都没上 我们就自动弃手 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 难怪高兴得要比胜利的手势 8月30号联合报又报道 外交部昨天表示 政府宣布放宽美牛美猪进口之后 美国的政学界超过70位人士 主动表达欢迎和肯定 美方的肯定 让我方感到鼓舞 请大家特别记住 我们的外交部队 进口美国瘦肉金珠 感到鼓舞 台湾开放进口美国瘦肉金珠 美国政府以胜利来形容 既然是用胜利来形容 那么这就是一场 不发一枪一弹的战争 美国战胜了 战胜国高举胜利的手势 是非常正常的 而战败国感到鼓舞 我翻开了历史 这绝对是第一次 外交部的大官 光是听到瘦肉金 莱克多巴胺 就语无伦次 看起来 美国瘦肉金珠的毒性 真的远远超出 我们大家的预估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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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讲到机动处 農委会主委称急重 哽咽一度说不出话 哎 当初有2.5千多户的养住户 现在剩7千多户 那有1万8千多户不见了 我们家就是那一户 乘急重强忍激动情绪 因为当年口提议疫情爆发 全台畜牧业一系崩盘 他们家更是损失四五百万 亲身经历那段惨痛经验 一旁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更是感同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